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买了什么 我买了南电 尾盘拉涨定 我两分钟之内就把南电敲进去 然后买什么 买细创 盘中碰涨定 我今天的动作都在五分钟之内做完 就是9点五分之前 我该买的我买进去 然后买了三档 4966普瑞拉涨定板 我们几乎都买到今天的底点 我为什么可以这样做 因为我有跟各位谈过 你一定是先把股票挑出来 当机会来的时候 第一时间你才能出手 如果今天都完全没有挑股票 结果呢 今天大盘大反弹 你会不知道买什么 记不记得前几天 我跟各位讲的 你先把股票选出来 你要的部分把它选出来 我不是任意乱买 我买的这三档 我都会跟各位报告 我为什么买它 我都会 跟我原先的一个规划是一样的 好吧 那我为什么会预测 大反弹要开始 这是大反弹时代 台股的大反弹时代出来了 原因理由在哪里 第一件事情美股 我们先看美股 对我是看到美股大涨 我才认定台股要往上走 可是呢 我在认定美股 在看到美股大涨的时候 我是怎么去判断美股 然后回来去看台股 这才是重点吧 对吧 我先强调一个观念 没行情不要硬做 有行情你才会不错过 当9月CPI的数字 还没公告之前 当美国股市还没有反映 这个9月CPI数字 到底是所谓的利空出境 还是利空开始 你当然不可以任意买股票 所以我要你先把股票挑出来 可当我发现到美国股市 开始在做什么 利空出境的反应的时候 我第一时间9点5分之前 这三档股票 全部把它买齐 各组分别去买 把它买齐 然后呢 我们再回来看一件事情 那我为什么会认定 美国会形成所谓的终极反弹 我也可以讲这是一个报复性反弹 但是呢 目前看起来那个成交量不够大 台股的成交量不够 很显然很多人还不相信 那我就把它归纳为终极反弹 来开始了 第一件事情 这是道琼 道琼纳斯达克指数跟费办 都一样叫开低走高 你先了解一下 就是昨天晚上的费办也好 纳斯达克也好 这个道琼也好 都是开低走高 我们就用道琼来讲 道琼早盘开低的时候 跌550点 收盘涨了827点 来回差了快1400点 来回差了快1400点 好 那昨天晚上 美国股市出现什么状况 昨晚是 美国公布9月 CBI消费者物价指数的 这个时间点 9月CBI原先市场预估是年增8.1 公布的数据是年增8.2 是不是利空 对比原先市场预期的还来的高 通膨高当然是利空 所以美国股市先开低 如果这是利空的开始 那开低一定往下打吧 结果它开低之后是往上走高 这说明一件事情 利空出境 为什么会是利空出境 11月升息三马 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FED激进升息 很多人都知道了 股价有没有大跌 大跌嘛 你看那个纳斯达克好了 股价有没有大跌 大跌 这个真的是大跌 你看一下从年初跌到 从年初跌到现在 从今年的元 这个开红盘之后 元旦开红盘之后 一路下跌 一路下跌 一路下跌的情况之下 它在昨天晚上的美国股市 是这样走 这叫实体长虹棒 而这个实体长虹棒 长虹K棒 它又是什么 又是在利空消息 出来的时候出现的 那是不是叫做破底翻 就非常标准的破底翻 它如果是破底翻 就代表利空的 该反应的利空反应完了 这个东西 我待会会用美光跟台积电 来跟各位报告 我们去看同样的事情 所以美国股市 如果在昨天晚上的破底翻 是整个中期大修正 从年初修正以来的 一个这个结构 它开始做扭转的话 那不是中期反弹是什么 那不是中期反弹是什么 很多人以为 很多人会认为 昨天晚上美国股市大涨 今天晚上美国股市未必大涨 如果你要烦恼这些 你很多事情烦恼不完 那不要做股票 真的不要做股票 如果你烦恼美国股市 昨天晚上涨太多 今天晚上会休息 你什么股票都不要做 为什么 因为股票市场就是这样 它不会让你安心到 你来进来买股票 股价躺在低档让你去买 对吧 不可能嘛 回来 回来 好 我们先看一下 我刚才谈到 我说我们要做的动作很简单 就当市场还没有正式扭转之前 你不要任意动作 但当机会来的时候 你要第一时间出手 因为我相信这件事情 巴菲特八爷爷 他不仅说大海退潮 这就是什么 看得出谁在裸泳 八爷爷不仅喜欢看人家裸泳 而且还说一句话 我喜欢什么 大海退潮捡珍珠 八爷爷是大海退潮 看谁没有穿衣服 是这个概念 所以我想 巴菲特讲的这句话 我觉得非常棒 他就说 当那些好的企业 突然受困于市场逆转 股价不合理的下跌 就是大好投资机会来临了 当那些好的企业 突然受困于市场逆转 股价不合理的下跌 就是大好投资机会来了 这边说了两个东西 一个是好的企业 我带会员买股票 我绝对买有数字的 也就是好的企业 突然受困市场逆转 你的产业突然碰到逆风 当然要最坏状况过去 没过去之前我都不会买 当你最坏状况过去之后 我就会开始进场 当股价开始不合理的下跌 什么叫不合理下跌 你超跌 价值超跌 那是不是大好投资机会来 是啊 买什么 买低档啊 买低基期的 不是买那个创高的啊 我们一定从低基期 价值超跌 有数字 这三个方向帮各位选股 我们就拉回到 我们今天买进的标的 好 我的看法是这样 美国股市应该就是一个 终极反弹的开始 台股今天成家长只有2000亿 很显然很多人还不相信 没关系 将来你就会相信 涨上去你就会相信 现在不相信没有关系 我先告诉各位报告 我之前有跟各位讲过 很多股票跌到原先高点的 两层三层 打了两则三则 你还要在股价打了两则三则 告诉我他还要崩盘 我觉得不太实际好不好 我今天如果股价的位阶是在高档 你告诉我说 这个修正下来 会出现一个大幅度下跌 我同意 但现在很多股票已经跌到 四下原先高点的两层 什么叫两层 1000块是200块 三层1000块是300块 有没有这样股票 很多 很多 我的普瑞就是啊 南电不是嘛 所以我们怎么去做这才是关键点 好拉回来 好 低基期价值超跌有数字 但是重要关键点要记得一件事情 要提防一件事哦 什么事情呢 最坏状况要过去 你不要给我买未来 未来开始转坏的产业 那我不要 最坏状况过去 好 最坏状况过去 什么叫最坏状况过去 我就用我手上的南亚科跟各位分享 我今天南亚科创波段新高 今年 从今年开始 第二季开始 我告诉你不要碰记忆体 不要碰记忆体 一直到了最近我开始买进记忆体 所以我的测试很简单 你要买什么 记忆体 然后呢 ABF 然后呢 IC设计 好 这就是我们在选股的三大方向 下礼拜也是这样 我下礼拜也是一样哦 所以呢 今天是先开始进场 你一定要跟上脚步 来 你先跟上脚步再说了 你先跟上脚步再说 多头召集令火速归队 如果你跟我们一样 在之前大盘一路下跌的时候 没有乱买股票 而手上现金部位是大的 欢迎你赶快归队 因为我要开始买股票 全面半价 会期加倍 好 全面半价 会期加倍 好 那这个专线是02 23219933 为什么我要让价格汇费降一半 让汇区增压一倍 跟着我一起从低档开始嘛 从低档就开始买嘛 从低档就开始做起 从低档你才能掌握一个大波段的利润啊 对吧 就是这样的结构 来我们来了 那就看一看我们为什么买南电 对吧 有人说昨天买更低 昨天我不敢买 昨天我不敢买 今天买在188以下 昨天我不敢买 这个9点02分我就进去了 所以一定买得到 昨天我不敢买 是因为我还不知道 美国股市对于9月CPI的数据的反应是如何 我今天敢买 是因为美国的反应告诉我 他们在采取利空出境 所以我认定台股的终极反弹要开始 好 那为什么买南电 其实南电没有破底 对吧 南电没有破底 这一波的低点是在 177.5 昨天的低点是178 所以基本上是没破底 好 然后呢 在今天会转强 我为什么一开始就进去 来 讲给各位听一件事情 你们自己看 我先告诉你 南电的高价是600多块掉下来 所以现在可能三分之一不到了 我看它最高价多少 最高价是631 631下跌破200 那三则以下了 应该是25% 这个只剩下两则半 原先高点的两则半 好 我们来看一下南电 我管你ABF基板 你外资怎么看 我不管 你们自己看 5月营收 月增年增 6月营收 月增年增 7月营收 月增年增 8月营收 月增年增 9月营收 月增年增 创历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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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告诉我 股价创历史新高 这个营运动能创历史新高 股价要创历史新低 它没有历史新低 创波段新低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有没有估值超跌 估值有没有超跌 很简单 今年的南京会赚多少 先不考虑明年 当然现在应该其实要看明年 先不用考虑那么多 很多今年没有那么惨的 都已经什么 股价都跌到鱼类类 外资的报告看过了 我已经看过了 它降频嘛 它说南这个ABF基板这个产业呢 最快明年底会供过于求 你要不要摔纸啊 最快明年底会供过于求 现在有没有供过于求 没有 最快明年底供过于求 这是亚细外之嫌报告 我真的想把那个报告 把它丢到他脸上去 最快明年底 好吧 好 那你给我预测到 明年底会供过于求 现在股价要往下掉 也不是说不行 那你们当初年初判断的时候 是股价要往上拉 拉到一千块 你们当初的判断是股价好到不行 未来五年ABF基板好到不行 如果你的判断在一年之内都不准的话 两个季度都不准 你还给我看到一年以后的事情 你相信吗 我是不相信 好 这第一个 第二个 今年的南电我们预估赚25到26块 本益比10倍以下 我不知道本益比10倍以下算不算超跌 但对我来讲它估值偏低 对我来讲它估值偏低 就这么简单 估值偏低同样的逻辑 它9月营收是创历史新高 8月营收创历史新高 7月营收创历史新高的 好 那我为什么去买普瑞 我买了665以下 开盘就出去了 那个扣心就出去了 为什么买普瑞 普瑞其实第三季鱼雷雷 你们看一下 普瑞它没有破底 第一只脚上来 然后修正修正修正 我认为准备要展开第二段的攻击 所以基本上我是比较偏向 它要做攻击波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这个营收 好 789真的很惨 鱼雷雷 越减年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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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老师 越减年减你还在买 我可不可以告诉你第三季是谷底 如果它的第三季是谷底呢 你不要问我为什么 因为研究报告我看过 我没有办法跟你很详细的讲 持续控制器 它还蛮独特的 高速见面IC 在台厂谁能够跟它竞争 有 翔硕 还有谁 好 所以独特性的公司 好吧 那今年赚多少 对嘛 很简单嘛 今年的预估EPS 65到70块 65到70 今天涨停盘696 那个本益比啊 十倍不到 本益比十倍不到 请你告诉我 一家独特性 非常独特的公司 它的本益比 竟然只在十倍以下 你为什么不敢买 有没有价值低估 然后呢 我可以告诉你 它从2550块掉下来 以前是千金股 最高是2240块 我说错了 2240块 最高2240块 跌到现在 对 那个股价叫 三分之一不到吧 对啊 这个大概三分之一左右 就只剩下原先高点的三折 打了三折给你的好股票 我今天买它是有数字的 因为它可以赚65到70块 那同样的逻辑 是不是 我不是买亏损的公司 我在买一家 价值低估的好股票 同样的啊 细创啊 细创比较弱一点 没有涨停板 今天买了三只股票 两只涨停 一只碰涨停而已啊 细创 好吧 那我为什么会选择细创 因为有客户在问 那样子呢 同样是驱动IC 你为什么不选天狱 今天天狱涨停板呢 今天天狱是涨停板呢 很多人会去选天狱 杨老师选细创 那原因在哪里 原因很简单 来讲给各位听 先讲给各位听 基本上细创的部分 我不是买天狱 天狱我买的是细创 拉回来细创 我买165以下了 今天最低163 一定买得到 因为我买的时候 大概164163.516 都在那个位置 后来才涨上去的 那为什么买细创 细创是中小尺寸面板 驱动IC 那莲勇呢 也有人问到莲勇 莲勇不是不好 对 它的价格也 基本上我认为 莲勇也回到合理价位区了 它主要是做 大尺寸面板驱动IC 所以不太一样 那个产品不太一样 所以 莲勇比较跟 这个友达群创 很像 就是你面板的报价指吻 它又指的 我先告诉各位 驱动IC明年第一季落底 好 驱动IC这个产业 明年第一季落底 杨老师 明年第一季落底 我明年第一季再来买 你们好棒 好 面板第四季落底 大家都知道的 它的股价是第四季来买 还是第三季来买 它的低点在七月底 好 你觉得 如果我的产业 在第四季落底 我买股票 你是要买在第四季呢 还是买在第三季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嘛 股价反映的是未来吧 我在拿我的南亚科为例 南亚科在今天创了波段新高 它的低点虽然有落下来 这个最近的低点在这个位置 算是九月底 算第三季末吧 记忆体的产业修正 它什么时候建谷底 明年第一季 所以明年第一季 什么时候买记忆体 第四季 我再讲一次 我的产业在明年第一季落底 那我买的股票 我会等到明年第一季 再来买呢 还是什么 买在第四季 一定第四季 我第四季产业落底 我的股票是要买在第三季呢 还是买在第四季 第三季 股价会先反映好不好 股价是会先反映的 好 所以呢 南亚科 对啊 七八九月都很难看 七八九月都很难看 都很难看 那为什么买 我给你看都没有关系啊 好 七八九月份 都很难看 买月结月 哇 这个难看死了 那为什么股价不想下掉 我们在讨论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必须要了解啊 产业的脉动在哪里 这才是重点 这才是重点 今天涨了七点四个百分点 好 今天涨了七点 昨天把我杀回来到成本附近 今天给我拉起来啦 今天马上给我拉起来啦 所以我想这才是关键 那好啊 拉回来到西窗 我们现在在买这些股票 虽然看IC设计 但请记住一件事情 跟消费性电子有关 关联度比较大的 它的第三季财报会非常难看 我再讲一次 我们不是讲 不是讲IC设计 我就随便乱买IC设计 我先告诉你 IC设计还有一个利空 叫第三季的财报 尤其是跟消费性电子 关联度比较高的 这些IC设计厂 基本上它第三季财报会 非常难看 好先了解 我们先了解 那西窗呢 我这个人操作 我带会员操作 真的比较保守 我不是很想跟你去赌 你的财报呢 这个最坏状况过去 之后股价往上涨 我买一定要有 有根有据 我为什么买 我为什么买它 我们先了解一下 西创的本身好不好 西创的消费性电子相关 它跟手机 驱动IC相关的部分 只有10%到12% 所以它在消费性电子 相关的部分 其实没那么高 车用车载的驱动晶片 这一部分它占了13% 所以相对来讲 有跟车子有关 那车用驱动晶片呢 也获得了欧系跟日系 车厂的一个指定采用 它就是有跟欧系的厂商 车厂跟日系的车厂有合作 而且导入什么 导入车内的智慧座舱 好 更重要一点 我先告诉你 西创今年会赚40块 当然明年会掉下来 所以今年赚40块 明年就算你掉下来 也会什么 也会在25块到30块之间 它本益比还是在10倍一下 我们就看一下这个西创的部分 西创是没有破底 它很厉害 7月份就落底 好 那西创的部分还有一个 我觉得值得我称赞的地方在哪里 在这个东西 看 其实今年第二季开始 驱动晶片都很惨 月减年减没有 可是到了7月份 细创 月增 8月份 月增 9月份 月增 它本来第三季是谷底的 但我们突然发现 细创 可能它的谷底在第二季 或者应该这么说啦 因为它在6月份衰退很快 或者它第三季 就是谷底 驱动IC的这个谷底的一个结构 应该是在明年第一季 但 这个细创很可能在 它会提早 因为它跟消费性的部分 比较没那么关联 所以7、8、9月份 它是月增月增月增 有没有看到 月增月增月增 这种月增月增月增 也就代表了一件事情 它开始摆脱了 最坏状况嘛 就是所谓的最坏状况过去 这细创 所以基本上 它比较没有那么多的市场性 没有关系 稳稳的 我要的就是稳稳的给我往上涨 我要的就是稳稳的往上涨 然后呢 今年的这个 EPS大概40块 好 所以呢 对 应该可以办得到 因为它看起来 我看它那个 那个营收的动能 你只要毛利率没有衰退很快的话 你看到第一季赚11.8 第二季赚9.2 9.1 所以上半年已经赚了 大概20块 那下半年呢 你说为什么可以赚40块 因为我刚才7、8、9月份的营收 不是上来了 所以第三季我们预估 大概8到9块钱 应该没什么问题 那就看第四季 是不是如预期的 再回到10块钱以上 如果是的话 就40块 好 不管如何 你可以发现 南电 低档 普瑞 低档 细创 不算高档 最低档是在这个位置 不算高档 所以我们要怎么做 很简单啊 有数字 低基期 价值低估 挑出来 三大方向 ABF基板 IC设计 再来呢 还有一个 我有点忘记 ABF基板 IC设计 还有一个记忆体 这三个方向 会是我下个礼拜 再带你来做的一个部分 还有很多的标的 你还没发现到 但它已经价值低估 所以呢 这一部分就交给我就行 这个我比较喜欢从产业面 去看股价的未来 我的宣股逻辑是top down的方式 你的产业有了机会 我才会进来 你的产业没有机会 就算你很强 我也不见得会买 所以该怎么来做 这部分基本面的问题交给我 我带你做的一定是低档 我不会买个个创高的 因为创高的对我来讲 那风险太大 低档布局抱一个大波段 才能够赚大钱 全面半价 会其加倍 023219933 多头召集令 火速归队 欢迎各位可以打电话进来 那谢谢大家收看 明天同时间 再见 拜拜